大家好,我是楊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天盆法 天盆法 天盆法的法本 法本很厚 100多頁吧 法本天盆法 這是有 有朋友想說天盆法很多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什麼是天盆法呢 天盆法就是一般大家可能會曉得天盆元帥 如果你看過西遊記就知道裡面有豬八戒 但是因為那時候 國教剛傳入中國 所以那是一本國教的著作 然後他就是把天盆元帥形容成是豬八戒 所以這個是造成一般的 一個誤解 但是今天我在這裡不談這個東西 然後跟大家介紹的是道教裡面的天盆元帥 天盆元帥呢如果一般我們在寫那個 紫維會的時候 紫維會裡面就會有天盆元帥的部分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念紫維會的時候 在做一些法事的時候會有用 就是因為裡面只有天盆元帥 所以天盆元帥是 他是非常 非常厲害的 在我所教的這些過程裡面 課程裡面 他是非常兇悍的 非常兇悍 然後呢今天我們要等一下 讓大家知道什麼是天盆元帥 好 剛剛我已經請天盆元帥降臨了 天盆法天盆元帥降臨了 那你怎麼知道有天盆元帥呢 就是我之前會教大家的你可以用搖擺的方法去撤之天盆元帥 那現在呢在我的四周圍呢 天盆元帥是 在我這邊的 當然如果你有開天眼的話你就可以知道我所思的 真的 那你如果沒有開天眼的或者是你第三次也沒有打開的 你怎麼去知道這件事情呢 很簡單就是 現在你可以站起來 你可以站起來 然後你看這個畫面 然後你就說一句話 就是說 楊老師這邊有天盆元帥在此 天盆元帥在此 在我這個地方 你只要站起來 說天盆元帥在我這個地方 你身體會微微的向前傾的話 那就表示說你有鏈接到天盆元帥的一個能量 所以 這是可以實際上測試天盆元帥的能量在此 所以我再說一次就是 你就站起來說天盆元帥在楊老師這裡 如果當你說這句話的時候你身體會微微向前傾 那那就表示你所說的是事實 就天盆元帥在這裡 好 那 這個就是 一開始先教大家怎麼去感受天盆元帥 那 這本呢 這本天盆元帥呢 天盆法裡面我教什麼呢 天盆法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天盆元帥 如果去召喚他 如果去造型他 當然你要造型天盆元帥也是要有一個法曼傳承 這是課程裡面最重要 然後呢裡面 在這裡面呢我列了二十幾個 應該是二三十個吧 但我也沒有仔細說 大概就二十幾個 你二十幾個法 因為這個是屬於北地的法 他的法曼內容還是蠻大的 所以第一個 你要能夠造型天盆元帥 第二個 造型他能做什麼呢 就是處理我們身上的一些事情 然後呢 這裡還有你可以 裡面還有教如果去紀念天盆池 如果去紀念天盆池 因為天盆池如果你去 天師傅 瘦 瘦這個傳度的話 或者是你 上網上也可以買 天盆池 天盆池呢 他 一般網上都會買到 可是你所買到的天盆池呢 他就是一般的 工藝品 或藝術品 他就是沒有經過 沒有經過開光 沒有經過紀念的話 天盆池上面 他就是有外形 你要把他的內盒 把它弄進去 所以 在這個天盆法裡面也會教大家 我去 把這個天盆池 你現在有一個天盆池 你要把它紀念 紀念好之後呢 讓他帶有天盆元帥的能量 所以 北地法 裡面的能量 然後你就可以帶著他 當然帶著他你自己 就有一些應用啦 你如果身體不舒服啊 因為 你如果曉得的話 天盆元帥 對於 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 或者是你會作夢 或者是 身體 經常常年的不舒服 或者是你會感覺到有一些 奇怪 陰性的東西 再給你糾纏的話 我們利用這個天盆池 你手拿 紀念過的天盆池 你就可以把這些把它鋸走 那裡面呢 還有教畫符 畫符 因為如果你要去造型他你還在畫符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 有需要 沒有 今天是有需要做到 畫符的話 他上面會有會有畫符 會有畫符 會有畫符 你把這個符壞壞了 燒了 你就可以 可以把這個天盆池 請了 或者是你今天是朋友在遠處啊 他不方便來 你也是一樣的畫個符 畫個符之後加石開光 請天盆到 符裡面 寄過去 那身體不舒服的時候點個符 畫著 就進去 這個 符雖然是一張紙 但是 如果你去深究 它就是會有能量 就是天盆裡面會有能量 好 然後呢 這裡面還會教 真 如何 把天盆的能量 把它 轉移到真上面去 真就是我們一般紮正的真 一般來講 比較著名的就是鬼門十三真 鬼門十三真會去紮這個真 真呢 你身上如果有陰邪的東西 利用這個真 你把它紮上去 那個 不好的東西 他就會受不了 他 他的感受是比人來更強烈的 所以我們利用這種方法你可以把 人身上的不好的東西 把它 勤走 我通常是喜歡用勤走 因為我 自己是 不太喜歡用打打沙沙的 因為那個比較麻煩 通常會把它勤走 勤走之後呢 你用這個針 去勤走 經過 天盆法紀念 經過天盆法紀念的這個針 就會有比較好的效果 那 這個法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法呢 天盆法是適合什麼人學習呢 如果你 覺得自己身體不太舒服 通常有一些毛病 就像雅健康 你身體就會不太舒服 無名的腫痛 睡覺起來就 這裡通膜也痛 這裡酸 可是你如果去醫院檢查 各項指標都是正常的 或者是 指標正常 但是 那個不太正常的指標 並不會造成你很嚴重 像這樣子你就可以去學習 或者是呢 你 覺得 身上有不好的東西 有鬼附身 附體附身 你可以 那你怎麼知道身體有不好的東西在呢 我常常說的 第一個你先 觀察你的睡眠 看你的睡眠好不好 如果你睡眠的時候 睡眠睡不下去 或者睡到一半你突然會驚醒 然後 心裡面心慌 再來就睡不著 那就一般來說 睡眠睡不好 多夢 就比較容易是 不好的東西給你附在身上 或者是 對這個就可以去學習 可以去學習 再來你如果是 覺得你的運勢 總是被阻礙 你覺得說 明明我的能力也是不錯 但是 走到哪裡 就覺得 好像有一股能量幫你干擾 該成的事情沒有成 想要完成的事情 卻沒有辦法去 達到 或者是中途總會有 殺出成藥金 讓你的事業 這個要 本來要簽項目的 突然就簽不成 但這個就是一些負能量的干擾 也可以使用天方法 再來還有 如果是中醫 中醫的行業 紮針的行業 如果你是跟病人治療有關係的 或是推難有關係的 你們都可以去學天方法 尤其是你是學的是 西方的玄學 西方的玄學 通常來說 西方的玄學是比較沒有 西方的玄學是比較沒有守護的概念 因為他們主要就是西方的守護靈 但是你要知道西方的守護靈跟東方的神是不一樣的 西方如果你是東方 當然你是要請東方的神來保護你 如果你是西方 西方的人 當然會請西方 所以如果你是歐美國家你用歐美的法 那沒太大問題 但是你如果是中國人 或者是華人協同的話 當然要請 東方的這個神 就像我常常說的 你有事情你是找自己的祖先 還是你要去找隔壁老王的祖先 這個 能量都是一體的 祖先的能量 祖先會保佑自己的家人 祖先不會去保佑你的鄰居 對吧 祖先不會去保佑你的同事 因為他跟他沒有關係 所以你的 跟你有關的 你可以請他來 保護你 所以 如果你是 中方 因為中國人 華人的話 你就可以學天方法 天方法當然是我們 中方 中華文化裡面的一個 重要的守護神 所以 你可以去學這個 尤其是做中醫呀 做推拿 做養生行業 這個我遇到很多 尤其他們現在 現在都是以西醫的角度去教學 但是他中間就缺了很多 很少 那個內 最重要的保護你的東西沒有 所以 像我有個朋友 他扎針 針扎了之後他都學了 但是 沒有掉他怎麼去保護自己 所以 扎針扎了越多自己身體會越不好 越累 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像這樣子 就可以學這個天方法 還有就是像風水師啊 或者是 經常去外面跑 跑 跑這個地方啊 看風水的 只要跟這個 法界 跟另外無形世界有在打交道的 像這些 我都很建議 因為我許多學生他們都是會來 他們就是做這些行業的 跟無形的打交道 然後 可以把這個學學 學完之後呢 最主要是保護自己 也是幫助家裡的人 就是因為這是 無形的 無形的部分 這個法 我是蠻推薦的 因為這個法是蠻 蠻厲害的 如果你上網查就知道天本元帥是 挺兇的 但是如果把他請過來 然後 請他 幫助你 這就是 我們在天盆法裡面會教的事情 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紹天盆法到這裡 有興趣的話可以 在諮詢來學習 這個是對 我們人的運勢啊 健康啊 財運方面都會有很好的幫助 好今天到此 謝謝大家